一道道和牛全是無菜單料理 業者打出使用處女和牛 也就是30個月內沒有交配的雌牛 吃起來比較沒有乳臭味 借此吸引客人 但卻被投訴廣告不實 民眾PO出和業者的對話截圖 因為最近和牛過期事件頻傳 要求店家提供食材日期證明 店家也馬上回傳多張和牛照片 上頭都有註記 有效期限 不過民眾注意到和牛編號 實際查詢後發現竟然不是處女牛 而都是閹割的公牛認為受到欺騙 十一前往該店家詢問老闆表示雖然主打處女牛 不過餐廳內和牛品項多還會提供和牛貨源給火鍋 和燒肉店擺在店內的不見得都是處女牛 當時傳給民眾的照片也只是提供對方檢查是否過期 懷疑是同業競爭才傳出謠言 市面上和牛價格樂眼飛力一公斤三千多 魚下肉一公斤一千二到一千八不等 而所謂的處女和牛和去世公牛 跟一般和牛價格差異不大 但油花分布和口感會有些微不同 一般民眾較難分辨 不過也因為這次插曲意外讓處女和牛被大眾知曉 三星網易信網配花團報導